在美国买卖房产时,大家都很关注房子的面积,毕竟买的面积越大,价格也会越贵。 但是有时你会发现,明明同一社区同一户型的房子,不同的卖家标注的面积却相差很大。 以这三个在同一社区相同户型的房子为例,A的面积是2187平方英尺,B的面积是3126平方英尺,C的面积是3287平方英尺。 您看了可能会蒙圈,难道标错了?其实这些面积都没有错。 听我讲完,您以后在买房看房屋面积时就会瞄懂,买房时不会单纯的被数字大小忽悠, 卖房时也会知道巧妙的标注房屋面积,让房子显得更物有所知,吸引买家。 闺女是美国大华府地区经验丰富的房产经济,喜欢分享美国房地产知识和生活资讯。 首先明确,美国房屋面积是指使用面积,像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餐厅等等能用来居住的面积, 车库、阳台、毛坯部分、设备房、墙体厚度、户外试试这些都是不算面积的。 接着终点来了,要看清面积背后的秘密。 在美国,很多房子是有地下室的,在大华府地区,80%以上的single house是三层的,地上两层,地下一层。 所以就有了地上面积和地下面积。 其中地上面积也叫评估面积,assessor square feet和征税面积,textboard square feet。 地下面积,below ground square feet,又分为装修面积和未装修面积,分别是finished square feet和unfinished square feet。 finished顾名思义就是地下室装修好的,可以用来居住的那部分面积。 unfinished的面积就是地下室未装修的毛坯部分。 我们还来看这三套相同户型的房子。 ABC的地上面积都是2187,2187这个数字是在政府的房产记录里可以查到的面积。 房产评估师和政府征税都是依据这个面积来评估的。 当卖家经营人在MIS房源系统登记房产信息的时候, 系统会从政府记录里自动抓取2187这个数字,这个地上面积,也可以说是房子的官方面积。 然后卖家经营人还可以额外的输入房子的附加的地下面积,包括地下装修面积。 所以B房写了800的地下finished square feet和1100平方英尺的地下total square feet。 C房标注了939的地下finished square feet和1089的地下total square feet。 这样一来呢,与地上面积相加,B房和C房总的使用面积呢,分别变成了2987和3126。 房屋总面积呢,分别是3287和3276。 A房的经营人标的2187的面积呢,完全是和政府记录匹配的,这样没错。 但是看A房的内部图片,地下室装修的还真的不错,居住没有问题,卖家经营人完全可以把地下室的面积写进去,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或许与此有关吧。 A房子最后成交的价格呢,也是三个房子中最低的,因为很多不明所以的买家认为他的家房子小。 所以啊,作为买家在买房时一定不能只简单地看面积的数字,要知道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也不能简单地按平方尺的价格乘以面积大小算出总价。 而是像房产评估是一样,用地上面积决定了房子的基本估值,再结合地下室大小,装修程度,地块等等各种因素进行估价的调节,比如说类似的两个房子,其中一个地下有500尺的面积破了地毯刷了油漆,那我们可以多算1万块钱,而不是按照500乘以每平方米单价来计算增加的价值,那样可就大错特错了。 相信您明白这些秘密,以后再看房产面积,心中就有数了。 最后一点很重要,要核实面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地上面积可以比对政府的房产信息,地下面积往往是房主或房产经纪人自己测量的估算面积,叫Estimated Square Feet,不是准确的面积。 顾名思义有一定的误差,误差大的离谱的情况也很常见,地下面积如果政府记录里面查不到,可以根据卖家提供的户型图来计算一下,如果没有户型图,可以自己量一下。 所以亏你作为经纪人,看房随身少不了这个神器激光池,或者是有时仅凭经验和逻辑,就可以判断数字是否可靠。 比如说一个1000平方尺的地下室,你进去看,大约有70%的面积是装修好的,卖家标了650平方尺的地下使用面积,那么这个面积就是可信的。 下面分享我的两个通过核实面积帮助客户闭坑的亲身的非常奇葩的经历。 一个是在马里兰的Frederick帮客户签的一个新房,开发商是DR Houghton,美国第三大开发商。 当时我们买的房子呢,开发商标注面积是2050平方尺。 在开发商的网站上搜索出的材料上,都是标注的2050这个面积。 当时我们签的房子处于收尾阶段,但是当银行评估报告下来,报告上说这个房子实际面积呢,只有1972平方尺。 我们立即与开发商交涉,他们经过调查,说公司新来的一个young girl因为工作失户算错了,说我们是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的客户。 之前所有的买家都没有人发现面积不对。 在这之后呢,开发商立即在网站上宣传材料上更改了所有的面积错误。 你相信吗,当时他们那个社区的房子已经卖掉了80%了,很多人已经入住了,都是错误的按照2050平方尺的面积销售的。 要知道,从开发商手里买新房,签的是开发商自己的霸王合同,合同条款呢是这样的,开发商按照户型图建访,但是如果实际交房与户型图不完全一致,开发商不承担责任。 所以假如不认真审核把关,买家只能吃哑巴亏了。 另一个案例是在马里兰的Potomac,一个标称8442平方尺的大房子。 而且政府记录上呢也是这个面积,好在当时卖家经纪人给的资料里呢有一个户型图,户型图是卖房钱卖家请专业公司绘制的。 上面呢有个面墙的尺寸,经过仔细测算,按户型图计算出来的实际面积呢只有6000多平方尺。 不知道8000多平方尺的面积是怎么来的,实在摸不着头脑,卖家也不是第一任房主,也说不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子当时建设验收的时候,政府记录的面积是错的,多了近2000平方尺。 幸亏仔细核实,不然的话6000尺的房子当8000尺买,那买家肯定是不高兴的。 这是两个比较离谱的案例,其实作为房产经纪人呢,三天两头就会发现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和坑。 各种奇葩的事情真的是太家常便饭了,只有想不到没有遇不到,所以请有经验的有责任心的经纪人,就像亏你这样的,能帮您把好各种观。 我是大华府房产经纪人亏你,如果您想买房或者卖房,或是有房产方面的问题,欢迎预约一对一的咨询,谢谢。